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举的时候为了拉女人选票 她不是女人票多吗 你看专门要拍这样的广告 只有性别歧视才有满腹的女人精神 歧视整齐的齐 再看下一张 这是她太太 你看她太太很干练 当年两个人 你为什么笑 把这张照片剪出来她太太的样子 配刚才那个大卤房的照片 好像一个男女 阴阳的颠打 你觉得她太太比她还帅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英气勃勃 再看下一张 这是牛年 我觉得现在台湾 台湾搞政治不容易 搞政治都是议员 个个都比吴宗宪 我们今天也看到马英九有个记者会 现场记者会 香港也有直播 她也表演了很漂亮的英文 而且有个好像突然有一段 那个麦克风好像没有办法 那个记者没有不晓为什么 没有那个麦克风可以发问 就声音出不来 出不来 她直接很潇洒的 我走过来好了 就走过去记者桌那边 听那女记者问 问完以后再回来 哇那个非常好的风度 后来我看到那记者会之后 网上马上完全不谈 她讲话的内容 不断重播 有人把它放在YouTube 重播那一段 不断讨论说 你看全世界 至少全亚洲 哪一个地方 能够这样有风度 走过去 来回答问题 所以你知道她是那种 那种整个人的性格 是蛮有意思的 但这个也是长期 环境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整个台湾 就是在过去几年的 这种民主化过程里面 就是大家都要想办法 要亲民 尤其我觉得马英九 是这里头最特别的一个 就是马英九 我觉得有一些评论家 就说比如说像南方术 就是批评她 干事不成 演戏第一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 倒是对的 就是她 我不认为她完全是演戏 她真的很亲民 但这也就只是 她的唯一 或者是最大卖点了 不是 她到任何时候都要这么做 你们对演戏不能歧视 没歧视 这个演戏 就套用孔子的一句话 叫寄神如神在 我认为马英九 也深得这个 就是你知道演戏 并不等于虚假 对吗 演戏叫真听真看 真感觉 灌注了真情 你们说一个人 要演亲民 那说实在话 不是说他装 他最好的表演是 先从心理开始 就像我们一个主持人 对吧 临做节目之前 就要坐在那里默想 观众是多么的可爱 一时四五 你是这样 我都这样酝酿感情 真的 要是没有观众 我怎么能够活到今天 我怎么能够吃上饭 需要那么复杂吗 我从来都不 我从来有个当主持人的朋友 他是这样来激励自己 有点像我以前写作的阶段 一模一样 他是这样 有时候情绪不好 开竞技前 真的不想向进 可是他没有办法 就还是要出情 那就自己写一张支票 把自己月薪 比方说文涛月薪 三百万港币 就写下来这支票 要请人家把这支票贴在 那个信息附近 他就一直看见这支票 一直讲话 越讲越高兴 我只要熬过这一个钟头 这半的钟头 我就拿到这三百万 但是嘉惠博士 我比他高一个境界 我已经达到了面前无超 心中有超的境界 我有时候去走学 我就觉得达到什么境界 我就就换议银了 我眼前就是人民币 就每一个晚会观众的人头 都是张人民币 没有 达到这效果 我就看着半空的方向 半空的方向 只有这样你才能支撑的下来 说实在的 人民币就是毛主席 心中有毛主席 是吧 我们还是收回马英九 他就看到选票 因为我心里还是不平衡的 刚刚文涛说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比你帅的 也姓马的人 你不服 我必须要踢他两脚 有仇必报 这个马英九是帅 可是你看起来 他现在的帅 要远近才帅 他那种帅是整个轮廓 很清楚 轮廓分明 远近非常帅 完全像明星一样 一近距离 你看到那个咒文什么 特别这两年这一年选上之后 整个人划下来 所以说起来 一山还比还有一山高 现在整个亚洲经常出现在镜头的政治人物 第一不再是马英九了 假如论外形的掌上的英俊 所以我觉得前一阵子 那个泰国曼谷几十万人上街头 结果他还是在位 没有被推下来 真的跟这个有关 帅 不冷心 年轻的旅人都不去了 所以你的意思 将来这个亚洲 原来亚洲民主就变成一种帅哥民主 这还真是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 是不是因为人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了 过去 都爱帅哥了 所以就 过去说财貌上全 非常少见 一般就是往往 难看的 只有发展自己的才能 现在我觉得 大家就是平均水平提高了 所以这个帅的人 也确实有点财了 当然到现在也有人说 马英九是绣花大枕头 而且前两天 好像香港中评社有个记者 还问他 说这个你就说他亲民 说外界对他也有一个外号 说你是山寨版的蒋经国 对吗 对 有大陆的这个说 马英九就在那回复 就说我是非常重养 经国先生 但是呢 我是正规版的马英九 可是话说回来 他从政实在不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年下 你觉得吗 我觉得不行 他的很多的政策都是 你觉得他是很多的犹豫 躊躇 然后他不是很概念 我常常拿他跟奥巴马去比较 对 奥巴马也是帅的 对是可以比的 不只是帅好不好 我们换个别的角度 首先他们两个上台之前呢 都是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国家呢 是面对非常对立的一个政治的局面 就是在美国共和党蓝跟红对立的很厉害 台湾蓝绿对立的很厉害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是共和美国那边呢 就有很多烂摊子要收拾 台湾这边也是一堆烂摊子要收拾 第三两个人呢 都是属于那种魅力型的政治明星上台 第四两个人呢 都是超高人气 胜血 对吧 就完全可以比较 可是你一比较就发现很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两个人都想当那种叫做 全民总统或所谓的总统 对对对 这个全民总统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比方说你们两个意见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们两个今天去投票 选人出来 你选了一个人 就是马家辉赢了 那这个人本来就该全踢马家辉的 但是为你实际从政不可能这样嘛 你总得想办法也把对手那边拉拢过来嘛 这个社会不能让他割裂下去 所以两个人都想方设法 就是想讨好一下对方 然后两个都去这么做 那么我觉得奥巴马在这上面 要比马英九稍稍成功一点 就他呢 固然比如说最近他做了很多政策 被共和民主党的选民说 他背弃了竞选承诺 对不起我们了 因为要讨好共和党了 搞半天 他原来也是个政客 但是呢 做这种事的时候啊 你两面不讨好的东西啊 你一定要够狠 够快 就很多东西要雷厉风行 快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一个一个东西出来 快到人家都来不及 嗯 去跟你骂你什么的时候 你别讨论太多了啊 马英九的问题在哪呢 马英九就出一个政策 是想两边都讨好 但是呢 就卡在那了 然后慢慢要解释 慢慢谈 搞来搞去 搞半天之后呢 结果这个两面不讨好的局面就形成了 就是说还得雷厉风行 对 他不够爽 对 但是他有另外的一面 你就打动人心 你比如说 你平常总是看到他温良公俭让 实际上呢 这样的一个人 你有没有想过 他喝大了 是一个什么情况 非常有意思 网络上 很多喜欢马英九的 你就看到这个人呢 他这个喝了酒之后的另一面 也很好玩 咱们来看看 先喝很多 没有啦 你喝了多少 还好 还好 小军小军 我只喝一两杯 你没听错 喝醉的马英九 竟成为这个模样 没有啦 怎么马英九变得这么娘 原来是喝太多酒了 连战的春酒晚宴结束后 当王欣平举马英九的手高喊团结时 他已经神智不清 战都站不稳 明明两眼无神 还刻意冲大眼睛 荣誉主席连战 想要营造团结气势 还得费好大的力气 才拖得开王马的手 旁边的许舒伯和季国洞 知道马英九已经醉了 随时搀扶着 可是马英九转过头说没事 面对镜头又是一阵少笑 其实这不算什么 还有你们看过的鸣嘴伸舌头 调皮的鬼脸表情 以及无辜的咬下唇模样 哦 你马上就看到了 马上就多久 当然最经典的还是这句话 没有啦 没有啦 所以为什么要守酒界 你看 喝醉酒 这个本色就出来 我本来就怀疑马英九本来 就内心就是这么一个嗲的 这么一个 有点阴柔的 对 你比如说一个人喝高了 一般男人喝高了 很少见到这种的 我跟你说 是不是 我见过一个 还是一位著名歌星 咱就不要透露人家这个隐私 因为我们这是很好的朋友 我发现双面人 双重人格 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人喝了酒之后 首先一点是第二天他不记得了 第二天他根本不记得 但是他喝了酒之后 活脱脱就是个女人 那个媚眼如丝 这是一种什么人 就是他平常不能喝 你知道吗 他只要不能喝的时候 就是不喝酒清醒的时候 那看着就是一条汉子 只要一喝酒 哎呦 闻到啊 好久不久 他就整天晚上就要靠着人 衣里歪斜的 看见东西就得靠 因为那个都是眯封着眼 但是第二天起来啊 你问他他不记得 我觉得每一个年代的 喝了喝醉酒的男人啊 表现不一样 像这个年代我也见蛮多的 一喝了酒 一个汉子 出眉大汉啊 变成一个有点年良腔 温柔的人啊 我觉得温柔这个东西 可是就是可能就是这一代的男人 压抑上来的东西 喝了酒就放出来 可是上一辈是什么呢 我看我长辈啊 包括我外祖父等等啊 叔叔伯伯 他们那一辈喝了酒了 很多都把钱 钞票 掏出来 分给人家 叫人家拿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心理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长辈那是长辈 很多人喝醉酒 就是要把钱拿出来 怎么可能会不会是因为 那个环境啊 当时就不能这么花钱 那种压抑 消费的压抑很大 他就掏出来给你拿 你也遇过这样 没错 没错 然后到了我们现在这一代呢 我遇到喝醉酒的男人呢 都特别的豪迈奔放 雄壮威武 因为平常都很英勇 咱们现在也有啊 咱们那天说的野三观 那个县里边那个什么招商项目协调办 那要去特种服务的那个 那邓贵大 那不要去洗脚吗 然后拿着钱 棒棒棒 不也是拿着钱往人身上打吗 拿钱砸你吗 看你特殊不特殊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马英九 可是话说回来 我还是要偏袒我们姓马的 还是要替他说几句话 像那个文道刚才提到他 做事有点不太果断 拖拖拉拉 研究 不够雷厉风行 我本来也有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因为最近一年了 一周年 我就想一下 一年来他做了什么 我就想到说 假如在马英九眼中 他觉得在这个阶段的台湾 最主要是说把一切的分工制度建立起来的话 他可能就有另外的做法了 那是因为他把时间拉长来看 他觉得我做这个拿着权这几年 又替台湾其中一个事情建立起这个制度 所以他就守着他那个位置的 纲位的责任 这不要给人家感觉 好像太抢了行政院长的权利 像前半年好像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就期待说 马英九也出来讲话 出来解决 马英九开记者会 很清楚的第一句话就说 对不起各位 这是行政院长要负责的东西 你们不能期待什么事情都总统出来 更不能期待总统出来就可以解决 我这一个一定要守着 那假如这样守着这很危险 很容易就给人家觉得 怎么你到底躲在哪里啊 小马哥 那个不够果断不够进取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要想 一年来他到底真的难道什么都没做好了 我倒过来看 我倒是觉得他两岸关系处理的蛮好的 因为我感觉有点 当然一定有人不同意的 包括上回内地的官员去台湾 好像在台湾有人说 好像没有经过充分的资商 假如这样激选讨论就请来了 假如这样又他太雷腻风行 太果断 还没经过那一步的台湾 凝聚了共识就请来 可是不管怎么样先拔开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年来 我倒是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面 蛮能做到不亢不卑 他自己的位置 OK我们来做很多事情 以前八年来在阿扁任内应该做完的事根本没做 我只要一做了 对两岸百姓都好的事 为什么不做呢 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我同意就是两岸关系现在好多了 对吧 比起陈水扁在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发现大部分的大陆的老百姓都挺喜欢马英九 对他印象挺好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 比如说再去跟我们刚才提到奥巴马那种状况去比较 你就会发现两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是整个地方分裂的很厉害 但是奥巴马我觉得他上台之后 他还在持续扩大优势 所以持续扩大优势就是共和党继续被打的是一蹶不振 就他上台之后 本来你上台之后 你当家了 你就一定有弱点 你有弱点 对手就揪着你了 可是问题是他上台之后 他继续的是扩大这个胜局 但马英九上台之后 很奇怪 陈水扁都搞成这样 但是你看一看 比如说前几天又几十万人上街 就这种局面 对 这种局面怎么形成 就为什么没办法变成一个很大的隐居力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他们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分在怎么样借用外在威胁 外在的恐慌来统一内部这点上面的做法不一样 奥巴马他上台的时候 是整个国家 你感觉到美国好像快快衰落了 金融危机 很多人失业经济不好 你没有注意到奥巴马 他从来没有过度去美化 就是说他非常承认 我们现在很糟 他甚至把局面可以坦白的说 说的非常糟糕的 用这个东西吓一下大家 但是他说这些事的时候 你永远觉得他的态度是成竹在胸 没错 我们这两年很苦 但他那个态度让你觉得他好像有办法了 但马英九 我觉得他上来之后 他面对这种局面 他的做法是要稳定民心 他开很多支票 说很多好话 结果 但是你整个外部经济局面不好 你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不对 那你就只能够跟着这种名望往下掉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好好地做这个期望管理 就我觉得不仿一个政治人物 有时候不仿 狡猾一点 利用一下 夸大一下 这种威胁 吓唬老百姓 这方面这英九马还是比奥巴马少点招 不够奸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刚刚讲了两匹马了 最近还有一头虎 虎师出现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斯里兰卡 这个蒙虎组织还叫泰米尔之虎 好家伙说这个高级将领平常身上都带着毒药的 对 而且说是 而且不要俘虏的 对 都是就非常决绝的 就是那种一打就全打死 对 就这么一个组织 他的这个首领 然后他死了 我发现往往是这样 人们不相信 他死了 以至于斯里兰卡的电视台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就是说他中枪毙命 这是泰米尔之虎最高领袖普拉巴卡兰 要公开这个照片 要公开照片 去证明他死 而且拿了证件 蛮像大卫高伯菲的幻术了 那个魔术 是可以讲的 但是很多人还相信他是没死的 就他们剩下一些人 跑出去的人就一直说 他这其实根本还没死 怎么样 但这种你特别要选 因为这个人很神秘 就二十多年来 好像只开过一世纪的招待会 然后而且那个记者招待会 是那回记者就是又给蒙着眼 把那手搞半天才见得到他那种 所以有时候闻到 讲到神秘两个字 你平常的咒风越神秘了 你四生四死也有那个传奇 像有个以前的川岛方子 大家知道神秘 到底是谁的间谍 夫男夫女的呢 到最后一级是个悬案 到底有死没有死 有没有被枪毙 有人说不可能吧 枪毙不打脸的 那个尸体是打脸的 而且不准人家看 马上枪毙 马上处理 楼下很多问号 那是因为他前面的生平太神秘了 反而他就喜得传奇 这样这个人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他据说也跟川岛方子长得差不多 川岛方子夫男夫女嘛 有些装身男的嘛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觉得咱们现在都在聊什么消费型社会 一片奢靡 但是这世界上还有的地方啊 还是有那种就是 游击队啊 这个烈士啊 到处都在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 特别崇拜的新切格瓦剌嘛 就是墨西哥的马可思副司令 你听过吗 是吗 又出了一个 这很威风的 很厉害 写童话故事 写诗的 全世界在出书的 大陆都出了几本了 然后这个马可思副司令呢 他很奇怪 他这个组织啊 最高领事就是他 但是他叫副司令 就不叫司令 然后呢 而且他永远的造型呢 是戴那种贝雷帽 然后蒙着一个面罩 只露个眼睛 然后凋着一个烟走 那么他这个 就更明明了 他的好处在哪呢 他就在死 随便可以演出